哈喽大家好,现在到了吃黄瓜的季节 今天用它来分享一个好吃的 首先将黄瓜用盐水浸泡15分钟 再准备青红椒切成小圈 几颗大蒜切成末 将入碗中 切点葱花加进来 再加入花椒粉 两勺熟芝麻 再凌日烧开的热油爆香 先把它搅搅匀 再加两勺生抽 两勺香醋 一勺香油 一勺蚝油 搅拌均匀 黄瓜泡好后将它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将它拍扁 然后切成小蛋 这样拍个的黄瓜更加容易入味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 再加入一勺盐 搅拌均匀 腌制五分钟 先日下底味 腌制好了之后将调好的料汁倒进去 然后搅拌均匀 哇,好香啊 这个料汁就已经很香了 美味的凉拌黄瓜就做好了 黄瓜这样做吃起来特别的清脆爽口 有一点微辣 开胃又下饭 夏天这样做一盘 比吃大鱼大肉还过瘾 想吃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